歌尘张学友演唱会在破世界纪录,登全球票房排行榜之官 歌尘张学友在2018年写学友经典世界巡回演唱会持续来到世界各地,3月结束澳洲的雪梨、墨尔本场次后,随即重返亚洲 张学友于昨晚,4月1日,绍兴战,完成了第147场巡回演出,刷新了上次巡演创造的146场记录 张学友之前的1分之1世纪巡回演唱会146场的记录,历经77个城市,在18个月内完成 总观众人数超过280万人次,总票房收入25亿,并以12个月内观众总数2048553人次打破了世界纪录 这次学友,经典世界巡回演唱会,张学友始终保持初心,一如最初所说并非为了打破纪录而唱,一切演唱计划都按照形成排定 只为满足世界各地的观众,直到昨天他的团队惊喜地发现学友,经典世界巡回演唱会已经突破147场 而依据目前陆续排定场次,这次演唱会将创造惊人的200场记录 这将再次创新他个人创造的世界纪录,张学友于上个月至澳洲巡演,当时在雪梨站的演唱会 张学友以总票房1500万人民币的惊人成绩,一举登上全球演唱会票房的排行榜冠军,成为该排行榜首位拿下冠军的华语歌手 接下来,学友,经典世界巡回演唱会台北站将于4月20、21、22、27、28、29日举行6场演唱会 之前,网上爆出歌手2018后续贴管歌手名单张学友位列其中,现在看来只是一厢情愿的异想了 歌神对于音乐是怀有敬畏之心 我的,对我是歌手的邀约,他这样说,节目一直有邀我 而且邀约一次可以不用做两年,我不是不喜欢钱,而是一些话我真的讲不出来,刻薄、尖锐的话,讲了我会难过 歌神张学友在2018年写学友,经典世界巡回演唱会持续来到世界各地,3月结束澳洲的雪梨,墨尔本场伺候,随即重返亚洲 张学友于昨晚,于昨晚,4月1日,绍兴站,完成了第147场巡回演出,刷新了上次巡演创造的146场记录 张学友,张学友之前的二分之一世纪巡回演唱会146场的记录,历经77个城市,在18个月内完成 总观众人数超过280万人次,总票房收入25亿,并以12个月内观众总数2048553人次打破了世界纪录 这次学友,经典世界巡回演唱会,张学友始终保持初心,一如最初所说并非为了打破纪录而唱,一切演唱计划都按照形成排定 只为满足世界各地的观众,直到昨天她的团队惊喜地发现学友,经典世界巡回演唱会已经突破147场,而依据目前陆续排定场次,这次演唱会将创造惊人的200场记录 这将再次创新他个人创造的世界纪录,张学友于上个月至澳洲巡演,当时在雪梨战的演唱会 张学友以总票房1500万人民币的惊人成绩,一举登上全球演唱会票房的排行榜冠军,成为该排行榜首位拿下冠军的华语歌手 接下来,学友,经典世界巡回演唱会台北站将于4月20、21、22、27、28、29日举行6场演唱会 之前,网上爆出歌手2018后续贴管歌手名单张学友位列其中,现在看来只是一厢情愿的意想了 歌神对于音乐是怀有敬畏之心 我的,对我是歌手的邀约,他这样说,节目一直有邀我 而且邀约一次可以不用做两年,我不是不喜欢钱,而是一些话我真的讲不出来,刻薄、尖锐的话,讲了我会难过